駕駛开在国道3号远处扬起烟尘 好几台车跟着急煞 他也减速 下一秒前方整台车 像是突然有怪力介入 仔细看不仅乡行车翻覆 随之而来 一条出电缆朝眼前砸过来 车内男女放声尖叫 天哪 靠近怎么报警 受害轿车内女子声音仍在颤抖 惊险逃过一劫的轿车 如同逃命寺的往前开走 国道夺命事故乱成一团 国道3号苗栗通宵路段 2号上午10点多 发生7台车事故 有伤患靠在分隔岛边等待就医 驾驶控诉当时是因为 有一条施工的电缆线 酿成大祸 有一条缆绳 直接一带拉着过来 把那台修理车往后推 缆绳就刚好到我的车前面一打 警方调查台电承包商正在高速公路的上方 进行光纤地线更换工程时 不慎让电缆线垂落 导致一死四人轻重伤 做电缆线的施工 因工作人员的疏失 自电缆线掉落 警方调查电缆掉落后 南下箱形车先闪避不及 撞上了内侧护栏 同时间对向有台连接车又勾扯到电缆 瞬间拉力导致翻覆 电缆又因为被勾住 右向后波及五台汽车 总共酿成了七台车的事故 箱形车撞毁 车门凹陷 当时在副驾驶座 六十五岁富人 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送医抢救无效 因为更换电缆工程 导致无辜国道用路人丧命 台电致歉 承包商也将被公共危险罪 以送罢办 三地新闻黄梦珍 苗栗报导 三地新闻黄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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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新闻黄梦珍